首先来看到最新消息 台北市的刑事局今天晚上八点多传出火警 当时值班的远警发现大楼发生了意外 上楼查看是看到了浓烟 马上用灭火器来灭火 并通知消防人员到场 还好这火事是在十分钟之内就扑灭了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想说就是看到那么多台 觉得会不会也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是闻到蛮浓的烧焦味就对了 也没有到很浓 但是就是仔细闻闻到 但是不是到那种就是 你会很明显感觉出来 就是只是稍微仔细闻会闻到而已 它本栏烧面积大概是一幅公司 那我们目前火调人员还在路上 所以我们在原因还在调码当中 好释发之后一度是传出 是刑事局的弹药库寸出火苗 但刑事局回应说 起火点是在真房大楼二楼的储藏室 里面放置的不明物体自然才引发火事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后续火警监事人员 进一步来调查理清 来说明物体自然贵刀杀出火苗 不明物体自然贵刀出火 tape 垃圾 recuer